《Muase in the Child》 《Muase in the Child》 《Muase in the Child》 欸 抱歉 迟到了 喔 沒有關係啦 怎麼了? 學校又有狀況啊 唉 我有時候都已經搞不清楚 到底誰才是小孩的媽 喔 先點吧 先點吧 我要一杯热奶茶 麻烦帮我装这边 谢谢 你们班那些天命家长又怎么了 都说希望小孩子成龙成凤 可是呢 在学校好不容易教会了一项规矩 一回到家就全毁了 隔天来又要重新再教一次 这样周而复始 真的耐心都快被磨光了 你还算是很有耐心啦 最起码你还在当老师啊 不像我 我是教育界的逃兵 我是没有勇气离职 也不知道不当老师要做什么 对 你那个翻译的工作应该做得还不错吧 是不错啦 但是偶尔还是蛮想念学校的小朋友 我跟你说 最近啊 有一个学校找我回去当老师 我其实蛮开心的 但是又有点怕怕 他在回学校教书哦 你要问我意见吗 我已经自顾不暇了 好像没办法给你意见 谢谢 对我想到了 最近常常听人家在谈官爱教育 好像很厉害 要不要我们来了解一下 说不定可以为你指出一条名路 好啊 先回到你的初衷 就是你的动机 为什么当老师的动机 如果你真的想要教好一个孩子 你如果喜欢他 也希望他变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要把它先肯定住 肯定住 再者呢 我希望说你 把今天上课 像无限生命的概念放进来 放进来 我最近的事情呢 最主要的不是那个结果 而是那个过程 你听懂吗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去 十几年前 我到一个地方 去学习怎么传戒 那时候家事派了三个人 我是其中一个人 那我就问师父说 师父弟子要去的话 有没有注意什么 那师父就跟我讲 去注意什么 比如说客从主辩 尽量能够配合对方等等的 之后他突然冒一句话说 事情不要做得十全十美 再往下听听 讲完之后 有些我都懂 但这句话我都听不懂 我就问师父说 师父 我去那边 应该表现好一点 为什么你说 不要做得十全十美 这样子 好 师父就跟我说 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如果你一直把注意力 放在十全十美的话呢 你肯定会走不下去 你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尽心尽力 好 我再讲一遍 不要做事 做得十全十美 但要做得尽心尽力 知道吧 十全十美是那个果项 尽心尽力是那个音项 一个学佛的人 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音上面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当你把注意力 放在果项 我这样教 家长变那样子 反复这样 没有效果 怎么会没有效果 一定有效果的 所以你如果一直 从果项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失落 我就放弃了 我原来教书的理想 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 放在音上面 我有没有尽心尽力 我真的喜欢他们 而且我也真的希望他们好 这份初衷 不是很值得你自己随喜的吗 把这初衷再使回来 学上教师影 就是希望 就会再重拾教育的热忱 这样子 我现在很多老师 都是那种 所谓的 什么 二五三等 什么四部之类的 对吧 没听过 你们都不是 这种无奈 无助 是吧 等下班 等退休 等你薪水 不是吗 四部就是什么 学生不受教 家长不好搞 什么 政策不合理 都是这些 是吧 还有饭碗不好拿 好 慢慢慢慢 他已经失去了 他教学的热忱 希望透有这样的教师影 你们要重拾 那个教学的热忱 因为当老师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做运才 所以你不要忘了你的初衷 即使说遇到很多境界 让你当初这个初衷 慢慢慢慢在消退 可是呢 如果你把注意力 放在音上面的时候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这个时候 你就能走得长远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 你重拾你那个初衷 再者你要进一步学会 跟家长的沟通 沟通很重要 确实家庭教育 跟学校教育 如果配合起来的话 那么相得益彰 那你就要学会 就是怎么样 跟家长沟通 让他知道说 我们共同 为了你小孩子好 所以呢 我也努力 你也努力 你小孩子会更好 那这个需要时间 如果你觉得 真的有意义的话 时间长也没关系 如果真的 自己没有意义的话 时间短你也不想做啦 所以把那个意义啊 提起来很重要 这样可以理解吗 哇 你应该有答案了吧 嗯 我觉得我自己也被法师 撤立到了耶 当初就是因为爱孩子 才当老师的 那我应该不要忘了 我的初衷 嗯 原来啊 我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太要求 完美主义了 哇 让我老师 当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太要求 十全十美 嗯 法师有说 重点不要放在十全十美 要放在尽心尽力 十全十美是结果 尽心尽力是过程 所以当老师最重要的 就是在 跟小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帮助他们 学习到东西 是啊 而且呢 还要跟家长 努力的合作 啊 不要因为小孩啊 学习成果不好 然后就责怪他们不配合 哎 我想一想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不过呢 你现在好像要重回教师行列了 啊 我听到法师讲的这些paypal 我好想生气操作看看 啊 不能跟你说了 我要赶快打电话 免得机会跑掉 哎 电话呢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广度与深度 来 也提升了我们生命的高度 心灵对话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